高雄中山大學裡面有不少台灣彌猴 有很多學生都曾經被彌猴搶食物 從二月份開始學校有示範補償措施 如果被彌猴搶食物的話 一餐最高可以補償你一百元 相信情況連線記者陳姗姗 姗姗請說 好了 主播高雄的中山大學 其實校園內常常都會有台灣彌猴的出現 也不少學生都有遇過被彌猴搶食的狀況 那麼校方為了要避免學生因為彌猴搶食 而導致受傷 以及一些可能會跟彌猴發生衝突的狀況 所以現在有推出後續的補償 那麼中山大學近日是示範 因應彌猴掠食補償學生的措施 鼓勵學生如果遇到掠食的時候 要先保護自己的安全 並且是放棄食物不要跟彌猴來爭奪 那麼之後一餐其實最高 可以補償到新台幣一百元 不過目前是還沒有學生提出補償申請 那其實這個補償申請是校方說 如果你遇到彌猴在掠食的時候 要先保護自己的安全放棄食物 可以先拍照或是錄影 錄下這個被搶的證明 之後再前往這個學校裡面的店家購買餐食 並且是索取發票或是收據 那麼就可以來進行補償 那麼一餐最高是可以補償到一百元 不過這個活動是從今年的2月1號開始到7月31號 不過目前是沒有學生提出補償申請的 那麼剛剛其實又有問校方的學生 他們也覺得說其實這個補償申請還蠻好的 因為有時候早餐或是午餐被搶走 真的是覺得有點無奈也有點傷心 那麼也會就是依照學校的這個教導 就是不要跟彌猴來起衝突 以上就是目前來自高雄的消息 先讓鏡頭再還給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